在日本大肆购物之后,许多小伙伴又要开始发愁,如何将购买的东西带回国内呢?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将这些东西运送回国。 在本节课程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在日本办理邮寄时需要了解的相关事宜和基础用语吧。 首先,从日本到国内,一般可走三种途径。 其中,一般来说,走EMS的比较多,还有国际小包。 第三种的话,一来要求比较小的物件,二来时间长,也比较难以追踪单号。 EMS又称Cookside Speed or U-Bin。 一般,二到四天可以送达,但是呢,价格比较贵。 邮费是按照重量来计算的,货物越重,费用自然也就越贵。 具体的运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张图。 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两列,第一列表示的是重量。 第二列是第一地带,亚洲地带。 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小于等于500克的,大约需要1400日元。 大于500克,而有小于等于600克的,1540日元。 大于600克和小于等于700克的,1680日元。 如此类推,大家可以根据当时的汇率进行换算。 国际小包,分为三种,分别是空运,SAL,船运,用日语说就是航空兵,SAL,船运。 第一种和第三种我们都很好理解。 第二种的话,可能有些小伙伴不太了解是什么。 以下是日本邮政国际邮寄资费表中对于SAL的解释。 SALとは,航空机の空きスペースを有効活用することにより, 航空便より早く、航空便より安いサービスです。 翻译成中文就是,SAL是指通过有效利用飞机的空位, 达到比船运更快、比空运更便宜的一种服务。 SAL是空运加上陆运,也就是国与国际。 国之间是空运,到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呢,便是陆运。 所以它的价格比EMS便宜不少,但也不会太慢时间上, 一般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价格可以参考这张图。 第三种方式是小型包装物。 小型包装物顾名思义,就是小的包装物。 从右图我们可以看到,小型包装物也可以走三种途径, 航空、SAL和船运。 价格依旧是从高到低。 由于小型包装物携带比较方便, 办理游击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具体的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关于填单的内容。 以上三种都是用同样的单据, 会有以上选项。 如果你选择SAL,就打勾就行了。 语言写中文就可以, 尽量用繁体字。 国名城市等用英文。 日本国内的人不需要知道你具体寄到哪里, 只要知道你寄往China, Beijing之类的地方就可以了。 若需要填写寄件人在日本的电话和地址的时候, 您可以留下此次住宿的酒店的电话和地址。 邮寄的方法 把你需要邮寄的东西拿到邮局跟工作人员说, 这个荷物我中国へ送来的, SALでお願いします。 便可以了。 最好去之前, 把你的东西装箱。 如果买的时候, 有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找店员要一个纸箱。 在日本的商店里都备有纸箱, 可以提供给有需要的客人。 这一点上, 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与邮寄相关的单词和句型吧。 首先, 包裹日语怎么说呢? 包裹日语叫做 荷物, 荷物, 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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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运, 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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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送这个动词叫做 它的原型是 如果你想要找店员要纸箱, 纸箱的日语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下面是游记过程中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基本用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まず一番 B句 这里的A表示的是方向 这件行李我想寄到中国 第二句 可能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会问您的 您要选择怎么运送呢? 这时候就可以根据我们以上介绍的内容 进行选择了。 第三句 SALでお願いします。 请选择用SAL进行运送。 好, 掌握了以上的内容, 大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买买买的 战利品运送回国了。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们就可以愉快地购物了。 这样 nosso继续 柄的相信 这个主意 uk, re